- 作詞 作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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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人數不多 我們這邊的孩子也是比較屬於弱勢 比較缺乏一些物質的享受 所以我們會想說成立這樣一個鼓隊 給孩子一個學習 還有一個生活的重心 我們這幾年來都有非常不錯的成績 包括我們連續六年拿到我們傳統藝術比賽 優等第一名的一個家機 此外像WBSC在台北的一個開幕宣傳 賴清德市長也指定我們觀點分校的太鼓隊 他去做這樣一個宣傳活動 做我們整個城市行銷 我相信我們學校這樣一個鼓隊的表現 成績相當的亮眼 也變成我們不只是我們地方的一個驕傲 也是我們台南市的一個驕傲 仙草高校的觀點分校 不參加多次的學校擁有豐富的主演 學校身體就太高度 為朋友的孩子做你多力 也增加他們的主心 就是當興趣在打 就是在打的時候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培養默契 就是打完會有那種開心的感覺 當初打的時候會很辛苦嗎 會 會 怎麼辛苦 到就是有點難備 就是後面就不會 你備起來就自然就會打了 會不會很有成就感 會啊 然後去比賽呢 會比賽比賽完就很開心 其實是小朋友自己 因為本身我看到他們有發熱的眼光 吸引著我 要繼續更努力的帶他們下去 而且我覺得這邊的小朋友 平常沒有什麼活動 那打鼓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蠻重要的活動 所以我是跟著他們的腳步在走的 因為學校的人數沒有這個 每次的學生 從一年就要開始學習基本的接種 而且因為當年從一度來有受表現 讓這些孩子都講過 講出現場 只要有他們的時間 還有你記得 學生就會主動跟學弟妹練習太過 因為分校的人數越來越少 所以整體考量 因為人數不夠 所以我們基本上一年幾下學期 我們就會讓他慢慢帶進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比較 跟別的學校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的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 會去帶一二年級的小朋友 對 一個氛圍就是 手想到就會去打打鼓 然後走路的時候就會去拍拍那個拍子 就會不自覺就是已經有一個氛圍這樣子 雖然主緣不足 但是觀念分校有一個用心 在教友上的老師 就參加泰國隊的教練呂晉芬 雖然只是單人學理師 但是他就要讓孩子 一個發視跟望向轉圈的舞台 利用自己休息的時間 無數的奉獻 也讓觀念分校的泰國隊 年年都有好表現 藍燈新聞 蕭秉慶 白河 蔡翁報道